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味裹上番薯粉腌制后 滑入沸腾的汤中便是滑粉 而墨鱼滑粉同普通的墨鱼汤相比 肉质更加细滑 口感更丰富 清爽可口的墨鱼滑粉 酸咸味美 这都归功于一种调料 酸笋 它是福州地区常见的一种调料 起到去腥 提味 增鲜的作用 墨鱼肉质细嫩 很受人们喜爱 具有养血 通筋 催乳 补皮 益肾 滋阴 调筋 纸带的功效 制作墨鱼滑粉用到主要食材 墨鱼 酸笋 辅料上需要五花肉 葱 生姜 花菜 芹菜 蒜苗 番薯粉 调料用到味精 食用盐 香油 胡椒粉 高汤 老抽 料酒 墨鱼滑粉的制作 第一步 将洗净的墨鱼 一刀切至墨鱼肉不断 一刀切断 鞋刀切片备用 第二步 洗净的花菜切成小朵 芹菜切断 蒜苗切断 五花肉切成肉片 生姜切碎备用 生姜切碎备用 第三步 开火 在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 烧开 第四步 将切好的墨鱼片 五花肉片至于容器中 加入老抽 香油 鱼蜜 半薯 适量的清水 拌注 切成油 硬度 加入鱼蜜 厚油 和五花肉片充分入味 第五步 开火 锅内加入适量的高汤 烧开 第六步 将腌制好的墨鱼片 五花肉片 滑入烧沸的锅中 下入花菜 芹菜段 蒜苗段 酸笋 待锅内再次烧开后 调进盐 胡椒粉 味精 料酒 淋上香油 即可起锅 这样 一道鲜香扑鼻 味道醇厚的墨鱼滑粉 就诞生了 香气逼人的墨鱼滑粉 汤清味美 汤色橙黄清透 咸鲜可口 味道酸爽 令人胃口大开 柔韧细致的墨鱼 果着青黄色的地瓜粉 滑溜四口 富有爽滑的弹性 一口便是一个鲜 是海鲜原味的大爆发 并能满足你的口腹之欲 像 denken 岳妙的整 denk 家联系 山大辣 薄白 Hunger 爽 饱 好吃 怕 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